好,在这单元呢,我们要讲是Excel如何依据长级宽的数值 重回表格中的单价 长度是在这里,在A栏 宽度是在第二列 那我长13 宽8 我要知道它的单价是多少 也就是说干嘛 7跟9的中间,那它记住是7的 抓第一栏这一栏 然后13应该是抓什么,第四列 所以答案出来应该是15 这要怎么算呢,我们来看一下 用Excel 第一个,我们要来讲这函数 它是怎么算出来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讲的是这里 请你注意到,Index V3 V3到I16 I6啦,这个范围是我们的什么 单价范围 V3到I6 单价范围 然后我要算什么,V9 注意到先看一下V9,长度 长度13减1 注意到,V9减1 长度13减1 是多少 12 12除以5 12除以5 注意到12除以5等于是吧 整数部分只有2 所以它就会干嘛 第二列 122 第二列 第二列 为什么要除以5 注意到因为每一列差5 第一 第三列是6 开始 第四列是11开始 第五列是16开始 每一列都是差5 所以我们才会除以5 取它的整数部分 来自它是在第几列 第几列 然后再来第几篮 我们就干嘛 抓C9 这个宽度 8 是在V2到I2的第几篮 123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 很多人看不清楚 这个1代表什么意思 一般都是用0 但是1是什么意思 注意到哦 1是有目的的 假设我今天写这函数时 0代表完全比对 可是这个1有没有 你打下去 你注意到它是什么 小于 1是小于 -1是大于 0是完全符合 那我现在这个值应该是干嘛 要抓什么 比它小的 最接近的值是什么 7 有没有 那万家我今天给它改的是 -1 有没有 大于的 大于的 那这时候它会抓谁 抓9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 警号NA呢 因为 不好意思 8有没有大于9 有没有 没有啊 8跟9之间有距离 所以 这会出现警号NA 所以这个 你设的是 你的模型要注意到的哈 射的模型要注意到的哈 正常来讲 你要去看一下 你不能给我射0哈 0的话绝对找不到哈 因为要完全比对 有没有啊 所以一定要写的是干嘛 1 小于它的值 小于它的值 所以它就自己抓出来 第一栏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用match就可以看到哈 它应该是3 有没有 第三栏 1 2 3 第三栏 然后这个是2 有没有 第二列 是交叉 第三栏 第二列 就这个 15 就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 好 那万家你先给它给一个16 它就要你算了 16 第三列 18 有没有 这边你甚至也可以干嘛 我给它一个 数字给一个9 它又会变成干嘛 21了 自动变换 自动变换